阴间神探剧 侯警官吃惊地说 可是我两次来走访 村民都只字未提啊 我问他 村丑不可万扬 说明这女人的身份 极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对了 徐开义今年多大来着 二十六期 啊我想起来了 几年前我下乡来办事的时候啊 看见徐家在放鞭炮 我问怎么了 徐开乎告诉我说 是给父亲签坟 看来呀这小子骗我 是他弟弟结婚 侯警官是恍然大悟 光头强突然说 宋哥 刚才我撒尿的时候 发现树下面有一堆白花花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骨头 你们要不要瞧瞧啊 我责备手不早说 光头强尴尬的笑了笑 被我淋了尿 臭喉喉的 我不好意思开口啊 我们来到外面 我盯着树下看 果然有骨头 从体积判断似乎是婴儿的 我叫侯警官 把一旁的水龙头接上塑料管 然后我对光头强说 你活气有点大呀 平时少喝点酒 光头强傻笑 宋哥说的是 我以后注意 侯警官把水管递给我 我慢慢冲开那边的土壤 用手划了 从下面捡出一些婴儿的骨骸 龙骨还没有合拢 显然是刚出生不久的 由于太小 我也判断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把一根肋骨咔嚓折断 打量着截面说 被埋了有两年多了 侯警官叫道 没错 对上了 徐开义结婚 就这三年前 我试着还原事情全貌 徐开义应该是三年前 买了一个女人 后来生了孩子 可能是女婴不想要 也有可能是生病夭折了 女人因此疯了 于是就被关在牛棚里 徐开义于是又买了一个女人 不成想 却惹来杀身之谎 楚嫣两次作案的目的 都很明显 是救人 我不禁猜想 她是不是在找什么人呢 我们去向村长打听 一开始村长还撒谎 被我吓唬了一下 她说了实话 果然和我们料想的一样 调查一圈结束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侯警官打算回去请我们吃饭 我说不用了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 侯警官问 对了 这些都是你在帮我 你们来这出差 是有什么任务吗 我解明扼咬的说明情况 需要她帮我一些小忙 让她的手下帮忙搞到 10月27号早晨9点车站附近所有监控录像 侯警官爽快地答应下来 回到县城之后 我身心俱疲 只想吃点甜食 抚慰一下我疲惫的身心 并找了一家快餐厅 要了一份圣袋 光头强在药店没打听到什么 我们追着楚嫣跑了几天 感觉她一直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可总差那么一点 只让我十分的挫败 见我愁眉不展的样子 光头强开刀我说 聪哥 你不要太自责了 找到找不到都随缘好了 我气得笑了 我问你来找人 你倒劝我随缘 你到底想找不想找啊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能找到自然是好 光头强一时雨色 看得出来 她和我一样心焦 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吃完东西出来 我打算去酒店小睡一觉 这两天睡眠严重不足 脑袋一直昏昏胀胀的 只是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我们没有订酒店 直接在手机地图上 定位最近的酒店 朝那边走去 光头强提 聪哥 瞧你眉睛打踩的样子 要不晚上去找妹子 放松一下 我周眉说 胡说一些什么呢 光头像连连摆手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不是说找个正经按摩的 把个火罐踩踩背 特别放松 要不要去 我摇头说 我不习惯被别人摸 那小弟我来给你按按吧 说着就蹭过来要捏我肩膀 我笑着将他推到一边 绝绝 这时候 宋星辰突然站住不走了 眼睛直直朝后面望去 我问他怎么了 宋星辰转过来 转过来 小声跟我说 小少爷 咱们好像又被跟踪了 谁 对方相当谨慎 换了好几个人 但愿只是我的错觉 宋星辰冷冷地说着 我突然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 拐卖集团也在寻找处言 他们人多势众 自然手段也五花八门 应该会派一批人盯着我们 顺藤摸瓜 宋星辰小声说道 街面转弯有一家酒店 你俩先进去 我趁机绕到这帮人后面 查查他们是谁指使的 我点点头 查到之后通知我 我们转过弯 宋星辰飞快地贴着墙根 悄无声息地跑开 我和光头墙走进酒店大厅 然后我直直盯着门外 果然有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伙 朝里面张望了一下 对上我的视线 立即扭头离开 开好房间 我焦急等待着 八点多 宋星辰发过了一个地址 我叫上光头墙下楼 街上没有路灯 黑灯瞎火的 光头墙抱怨太黑了 准备掏出手机照明 我叫他别 直接抓着我的衣服就走 在黑暗中走了一阵 我们来到那里 是位于县城边缘的一座 正在拆迁的大楼 走进里面 光头墙抱怨说 黑马呀 太黑了 伸手不见五指啊 嘘 我拼命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抓住他的手 眼下不是忌讳这种小结的手 光头墙小声问道 宋哥 你真能瞧见吗 我感觉自己已经瞎了 我说 放心 我看得一清二楚 你的眼睛咋长的呀 多吃胡萝卜 黑暗给了我一种莫大的安全感 我们来到二楼 看见宋星辰站在一扇 有亮光透出的门前 冲着我打手势 意思是人在屋里 侧耳戏听 果然有人在屋里说话 那房间原本是个办公室之类的地方 当我走过去时 听见里面不但有说话声 还有几个女人的哭声 一个沙哑的男性嗓音在说 苦够求苦 甭跟老子装唇 反正你们女人 早晚都要被男人玩的 另外一个人开口 她是个结巴 于哥 太太太太太太 太他们无聊了 上胸的一个 尝个弦呗 滚 死结巴 这几个虫 老大反复交代过 不能动的 你敢动 我们的命就没了 有 有那么严重 废话 这几个虫是老大要送人的 听老大的口风 那位来头可不小啊 万万得罪不起的 谁啊 莫非是大领导 我哪知道啊 这真真真真他妈无无聊 叫这小丫头给我 给我口口口火吧 当心把你的球给咬了 说吧 两人一起浪笑起来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五集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订阅